民进党总统初选开战,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佐表示,宁可输掉这场初选,都不可能伤害蔡英文总统,总统蔡英文金提到,历史上民进党总统大选,团结就会赢,不团结就会输,每一次都不例外,蔡说,从民进党2008年衰落谷底到坚持改革,她这12年来从来没辜负民进党,改革会遇到什么款的压力,我都可以承担,我不怕受伤。 但是台湾的主权不能受伤,对于赖清德佐在新书发表会上表示,宁可输掉这场初选,都不可能伤害蔡英文总统,蔡英文在出台湾关系法40周年继台湾旅行法周年纪念参会前被问到此事,并未做任何回应,不过,蔡英文在会致辞时提到,她要跟大家说,历史上民进党总统大选,团结就会赢,不团结就会输,每一次都没例外, 所以她要跟大家说,团结最重要,团结一定赢,蔡说,2008年,民进党大叔,是靠团结作火,好不容易才赢回台湾人民的现任年民进党执政,坚持主权,年金改革,经济发展,转型正义,讨党产,能源转型,社会安全网, 这七大路线,是民进党创党以来,从来都坚持不变的路线,我们绝对没走不对,蔡英文说,从衰落谷底到坚持改革,12年来,蔡英文从来没辜负民进党,改革会遇到什么款的压力,我都可以承担,我不怕受伤,但是台湾的主权不能上伤,七大路线的坚持,不能倒退,蔡英文提到, 昨天副总统陈建仁来找他,他跟我讲围着台湾愿意让弦,不再去任副总统,让我有空间,为本土政权整队出一个最强组合,蔡强调,面对国际情势的变化,台湾需要一个最强组合,继续带领台湾行在正确的道路顶头,陈亚鹏,台北报道想知道更多,一定要看,民书也不伤害蔡总统赖清德的初选策略动画 赖清德新书发表会哽咽,宁愿输掉初选也绝不伤害蔡英文陈建仁退位促蔡赖配五里陪,不可能超尴尬,新书发表会被消音赖清德连换三次麦克风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民进党金办儿童亲子日卓容泰,18岁我等你们来赖清德台南签书会200名铁粉排队等13点30分见面 蔡英文4月在与华府智库视讯美国务院亚太官员将与会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不注册会后悔,快点我注册 www.https-tw.adai.ly-ml924upcsu关键字赖清德民进党蔡英文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